当时就想好好过日子 你真的想好好过日子吗 其实我觉得正相反 你真的不想好好过日子 是我的问题是吧 你知道我听了你所有的故事 不论是你付出的金钱 你付出的情感 你所有的这些事情 会让我对你有一个印象 我觉得你不爱自己 你不爱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爱自己的尊严 不爱自己的情感 不爱自己的财富 你不爱自己的身体 不爱自己的生命 你似乎只爱另一个人 这个人似乎就成了 你所有的生命 他比你自己都显得重要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想过吗 你说对了 全对了 难道你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幸福 自己的快乐 你自己的情感 难道不比另一个人 要来得更重要吗 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其实差一点死掉了 真的 所以其实你连自己的生命 都可以放弃 是的 被你说中了 真是这样子的 就是生活过到今天 自己接受不了这种结果 你让自己亲戚所有 就耗费在 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 当然任何人都接受不了 这种结果 安妮老师说的是 亲戚所有 其实是负债累累 不是说我碗里有一块肉 我就扔出去了 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到别家去借来 然后我再来给你 我喂给你吃 比亲戚所有还可怕 负债累累 是的 是负债累累 为了让金女士 卸下心理的重负 心理专家决定 为她策划一场心理剧 让金女士 在心理上做一次告别 积压在她心头 长时间的苦楚 最终能顺利解除吗